先把它切,切成第十二 所以其实先切第十一,再切第十二 OK 当然这个变数名称取的习惯,这也是我个人的习惯 反正第一个就第十一,第二个就第十二,第三个 他如果还要再切就第十三 一直往下,这样子比较懒人的命名方法 因为以前他想说这个名字要叫什么,很麻烦 OK 我想说现在,像以前那个老人家生小孩都生十几个 就会最后自己连哪个小孩都名字叫都叫不出来 有没有可能,应该有可能吧 因为现在小孩比较少,谁是谁都还叫得出来 像我虽然只有两个小朋友,我家想,我常还叫错名字 讲快一点,叫这个就叫这个 都还会犯错 那当然一样,这个命名,怎么命名比较顺 我想你们也可以想的方法,也许你不一定叫列十一啦 OK,列十二这样子,你可以叫别的名称 你顺应OK 那第二个的话呢,怎么样建立资料库 然后呢,资料表栏位 那这里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拿之前的那个部分来做 这个,比如说这一段,我可以先怎么样把它注解起来 注解的话就Ctrl,选取之后Ctrl1 Ctrl加1就是他会把你选取的范围前面都加什么,加紧字号 为什么,因为呢,我要先再确认说我资料库建立 所以呢,我先不要把它混进来,不然的话会太混乱 当然你以后要取消怎么办,没关系再选起来 Ctrl1就OK了,有没有 所以其实还蛮好用的,Ctrl1哦 就是你要注解,Ctrl1 你如果要取消再Ctrl1,也蛮方便的,对不对 OK,所以那当然我们就要注解 OK,那再来的话呢,怎么样 就是新增,那我可以拿上个礼拜的这个新增资料库的部分拿来改就可以了 那新增资料库就这三行 新增资料表就这三行 所以其实把这上面,这个总共有七行,慢慢注解,Ctrl1 然后呢,贴到哪里,贴到这里来 那我再改一下 首先的话,这个资料库名称要不要改,没关系 不改,没关系,放在一起OK 因为一个资料库可以放非常多个资料表 所以也许啦,我们就是放在这里好了,不改 那第二个的话呢,这个就不要叫Table0 因为刚刚已经用过,所以这边改成一个名称叫什么 叫Member0,你好 Member,不要打错字,记得 然后再来的话呢,后面几个栏位呢,总共我们有五个栏位 那五个栏位要叫什么名称呢 当然这我不确定用中文会不会OK啦 可是我建议,暂时还是不要用中文会比较 中文好像可以 那另外的话,五个栏位名称要叫什么 也许叫编号、姓名、生日、血型、手机 不过这字有点多啦 所以我跟各位讲,我自己有个懒人习惯 以后干脆学那个Excel一样 Excel第一栏叫A栏 第二栏叫B栏 第三栏叫C,有没有 所以其实Excel它其实 本身也是一个 类似资料库的架构 但是它很多地方都简化了 所以呢,也许我们这样 比如说第一栏我叫A栏 OK 第二栏叫B栏 那形态要叫什么呢 特别注意 当然你全部都用Test可不可以 但是如果你要改,可不可以也可以啦 比如说我现在假设我先建栏位名称 所以总共会有五个栏位名称 那我就是A,B,C,D,E OK 那栏位的形态放什么 当然你放Test是什么都可以放 可是如果你为了说要更仔细一点的话 其实理论上应该是编号可以用什么 用数字 然后生日的话你可以用日期时间 那其他的话用文字 可不可以 所以如果假设你A栏要用那个数字的话 那数字部分的话叫Int,OK 习惯我是用多大写Int 然后如果你是第几栏呢 应该是第三栏吧 生日的话是C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这个叫Date Time Date Time的话就是 先Date D-A-T-E 再T-I-M-E OK 这个叫Date Time 所以如果你假设要细一点 你就是用这个方法 那如果你不改没关系啦 其实包容性还蛮大的 我是试过好像你用Test 跑起来的速度因为比数这么少 完全没感觉 没差 OK 除非说你这里面是 可能超过一百万笔吧 跑起来会有感觉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是建了一个资料库 我们用一样的资料库 然后一个资料表 然后呢产生五个栏位 好 那这个就OK了 再来的话 接下来我们把上面这几个资料 因为我要做什么呢 我要再去开档把资料写进去 所以呢 接下来哦 所以这个是建立 我把这一段陈诗 先放在云端上 把它放这里 OK 在这边 然后把它稍微 换个颜色好了 OK 然后再来就写进去 那要怎么写到里面去呢 特别注意哦 写到这个里面的话呢 其实主要是这四行 可是问题还有 把它Ctrl C 写到哪里 写到这个地方 好 好 那你可以看到insert into 那当然就不是table01 应该是什么 member01 对吧 insert into member01 那values 后面当然就是要接 五个资料 那五个资料在哪里呢 其实就是在 刚刚的这上面 所以呢 你可以在 这个跟这个中间哦 插入这一段 然后把注解拿开 最难的地方在这里 那再来就是需要什么 把这个东西 有没有 最难的哦 把这个东西 分开来之后 放到这边来 OK 那其实最难的地方在这里 把这个lis2 因为lis2 中瓜胡0的话 有没有 实际上就是第一笔资料 中瓜胡1的话 有没有 就是第二笔资料 意思类推 OK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lis2 放在这边来 那insert into 它就可以把所有资料放进去哦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怎么样把两个结合在一起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如果你这个地方ok的话 那之后你要把那个外部档案 写到资料库里面做后续的统计分析也好 或者是资料查询也好 就会简单很多 哦 因为程式里面其实用最多的哦 其实不按乎像 我们用最多其实还是资料库啦 那等一下你要做报表的话 你报表还是要捞资料嘛 那怎么样捞最简单 当然从资料库里面捞最简单 因为为什么 因为资料库是有结构性的嘛 你要哪一栏 你知道吗 你就选哪一栏 那你要什么条件的资料 他就什么条件资料 所以你可以把你要的报表的语法 尤其Seql语法 传给资料库 他就把你要的data给你了 那你再把它做后续的相关 简单处置一下 处理一下 那你报表就可以有要的结果了 ok 所以呢 这个部分请各位先试试看 所以刚刚是先见资料库 见资料表 再来就是考虑insert into 如何再跟刚刚的档案录取结合